股Compate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 统一超和全家你会选择哪间公司呢? 当然选有未来成长性的 从财报来看 统一超净利率从2016年4.6% 逐年下降近期为4% 全家净利率从2016年2.3% 逐年上升近期为2.5% 统一超柔从2016年30.6% 逐年下降近期为23.2% 全家柔从2016年27% 逐年上升近期为32.9% 统一超营收增长率从2016年4.8% 逐年下降近期为0.5% 全家营收增长率从2016年4.8% 逐年上升近期为7.7% 净利率 柔营收增长率 全家都呈现成长趋势 长期的股价趋势来看 全家也是向上增长趋势 股价是反映未来趋势 聪明的你知道该如何选择吧 PS 小生说 统一 1216 好像比统一超 2912 有成长 2213